2022年3月 当疫情再度袭来 奥特斯防疫应急小组 立即启动应急预案 管理层立即做出了封闭生产的决定 决至3月中旬开始 持续封闭生产 感谢上海市各级政府领导的大力支持 尤其在防疫指导 物资发放 货物运输方面给予我们的保障 我很庆幸我们在20年前 选择落后上海 疫情期间 政府各级人部门 各支其职 为企业在最困难的时候 保驾护航